第28集 1992年5月初的一天早晨 兰西家人打电话给我 问我能不能立刻去他家一趟 我到他家书房 看到他双手环抱打字机 头斧在打字机上哭泣 他抬头对我说 抱怨 我翻不出这首诗 记看下一期要用 我怎么办 那是白玲的短诗 风整 过去整整二十年间 记看大约应验二百多首台湾新诗 几乎一半是他快快乐乐的译作 如今兰西出现诗意现象 当时无可奈何 以承受好友振前脱孤的心情 我接下笔会英文记看的编误 以前只知道 兰西经常用英之浩先生支票付款 我接编后 英先生并终 尚主动送五十万元至记刊 宣扬文学成就 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 由新闻局 外交部 每期买数百本赠送友邦 书款便是我们全部的收入 文件会有一位颇为同情的专员 私下指点我们 可以文化遗产专栏计划 前往申请补助 所以我请曾上过我台大高级英文班的 艺术史组的学生 严娟英和陈芳妹 《轮流》为纪刊 每期写一篇英文论文 严娟英 在哈佛得学位 回国任中研院 十余所研究员 由唐代佛教之美 写起 陈芳妹 在伦敦大学得学位 回国任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由家国锤器 商周贵族的青铜艺术开端 一直写了十年 助记刊得到文件会补助印刷费 最艰困时 好友文岳 代为申请得到他父亲的 林伯奏先生基金会 补助部分稿费等 有两次 助理月薪发布出来 影帝私人捐助度过难关 笔会有一个堂皇的理事会 定期开会而已 对于我实际的困境 只说能者多劳吧 制餐结束 各自回到书室的本职 我满七十岁的时候 实在身心俱疲 请理事会务必找人接替 他们嘻嘻哈哈地说 哎呀 你做得很好呀 人生七十才开始啊 说完了 又散会了 我在笔会记刊 快乐地建立了一支稳健的英译者团队 我们称为The Team 最早的一位是康世林 他在1981年初 到辅仁大学英文系任教时 远在台大监客的谭德义 介绍给兰西和我 康教授 是天主教圣本赌会的修士 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专修比较小说 西方文学中的中国 宗教与文学 华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 中英翻译小说 我接任主编后 他是我最可靠的译者 与定稿认识者 我所写的每期编者的话 都请他过目 日后 我经手在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编译的书里书外 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读者 也就是教阅的人 近二十多年间 我们小字自真聚拙谈译文 大致读书生活 一见面就谈不完 他知道我多年以来 以Jan Austin 傲慢与偏见做床头书 身心得以舒适 每到英美旅行 开会 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 录音 录像带 2000年 我读到科词的新作 屈辱 大为此书创意所吸引 坚持地抽空读一遍 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番 拥有真正的 比较文学的文有 实在难得 因为康教授 在宗教的献身精神 对人有由衷的同情 兰西出病之时 有一次 我们数人在约好的餐厅 酒后他不至 康教授 沿着一仙路那条巷子 挨家找去 果然在另一家餐厅找到他 我搬至最后的书房后 他经常由新庄到桃园来看望 邀同行友人 如李达三 高天恩等 来谈谈中外文坛近况 和当年乐视 中英并用 令我重温当年一笔在手 推敲两种文字之间的房门 顿望山中岁月之隔绝 1990年代初期 加入我们队伍的 豹端磊 也是福大英文系教授 他多年来 且在台湾最老的英文报 中国邮报写专栏 至今仍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辅仁大学 另一位加入我英译团队的是欧阳伟 他担任辅仁外语学员院长时 与康教授热忱推动的翻译研究所 一度遭教育部搁置 蓝希与我 曾到高等教育司陈晴 力言翻译人才学术培养之重要 终得通过 该所第一二两届的毕业生 阶级优秀 如吴敏佳 汤立明 郑永康 杜南新 皆为笔会记刊 英译散文 小说 与艺术家评借 于十余年 我们看到了培育的结果 满是欣慰 其中吴敏佳 是我台大的学生 英译 肖立红的《千江游水千江月》 杜南新 英译评录的《行道天涯》 更于2000年至2006年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当然 他们的才能 并不是指由研究所的教导 还因为随外交官父母 在国外长大 受完英文中学的教育 有很好的译成语言训练 回到台湾上大学外文系 兼修中国文学课程 最重要的是不仅爱文学 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文字水平 台大外文系 在比较文学方面 确实有一段黄金岁月 自1980年代后期 年轻的一代 如宋美伟 张汉良 彭敬喜 高天恩 受邀参加笔会 开始与我们出去跑天下 写主题论文 开国际年会 协助并接续后来笔会记刊的编误 更年轻的后记者 则有郑秀霞 史嘉玲 以及现任总编辑梁星荣 一群文学伙伴 凝聚我们台湾文学很重要的共识 并在不断研览人才的过程中 结交了许多海内外英译高手 如葛浩文 明福德 马月然 西密 尤其是陶旺基 以二十余岁之灵为记刊一诗 自1983年至今 以翻译数百首台湾最好的新诗 起初接主编的时候 我常望着编辑桌旁架子上 那一排排记刊 他们和市面上的一般杂志很不同 没有一张广告 没有任何装饰 多么像是一本本的书啊 我要给他们书的内容 书的精神和书的永久性 而不只是与笔友定期对谈 说些近日收成 我要给每一本记刊一个主题 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现 让它可以独立存在 第一个来到我心上的主题 是半世纪以来 台湾出版量很大的军中文学 有时被整体称为乡愁文学 实际的原因是 1949年前后 来台的外省人大多数与军队有关 中国军中一直有儒匠的文化传统 来台之后 有些人退役去办报纸或杂志 有人去教书 年轻投入文学写作的成功诗人 有季贤 秦子豪 商勤 洛夫 雅贤等 他们最早的作品 经常以相酬为题材 很多是有写有类的好文章 不能用后来的政治观点 一概贬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长大的第二代 受了很好的教育 思想有宽广的视野 有才华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学各种技巧 台湾经济繁荣之后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创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学奖 犹如忘火加柴 鼓励了许多第二代作家 例如爱亚 孙伟芒 朱天文 朱天兴 张大春 肖萨 苏伟珍 袁琼琼 和张启江等 我经常被邀为决审委员 或担任颁奖者说些勉励的话 我不仅是他们最早作品的最早读者 也得以看到1980年后整体的发展 1990年 美国克罗拉多大学召开台湾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 我所发表的论文即以《卷村文学》为名 分析乡筹的继承与舍弃 七年后再度发表《乡筹巨士的卷村》 由张启江《消失的口口》往前看 又于香港中文大学宣读二度漂流的文学 以及连续在笔会季刊 出版三期相关主题的英译小说 诗和散文 均专注且广泛地研究台湾文学 这一面的深层意义 2003年 我与王德威主编 《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 中英文版各一册 算是做个总结 也了却我自己一个心愿 另一些我在大量阅读后选编的主题有 《现代女性处境》 《书你是谁》 《不同的人生》 台湾科幻小说 自然之美与情 童年 清情 乡土变迁的记忆等 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彩 编译成集 值得读后思考 我记得 1994年春季号 是因为读到韩秀的《折射》中一篇 《你是谁》而深受感动 这篇作品叙述她的身世 美军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女孩 在大陆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 我另外找来台湾诗人苏少连 苏诺的一生 和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年的故事 服事 合成一级 探讨那一代的青年 因政治环境不同 而面临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号主题 则是清晴 有罗兰的《时光隧道小时候》 杨木的《八十一月的白芒花》 袁琼琼的《鸠罗》 新代的《落发黎家史》 和陈芳明的《相逢有乐丁》 有位澳洲的笔会读者 来一封长信 说他读时 如何怀念他父亲 在相同的时代 所遭遇的战争 可见同样的感情 是不分国界的 1995年秋季号主题 《自然之美与情》 是受刘克香散文集 小藤鼠的看法的触动 以如实的散文 书写自然界的生灵 是一个纯净心灵 对大自然 对生命的看法 同时 又受到陈黄的 鸽子托里的启发 开展自然知识的视野 这两本书 至今仍是我的珍藏 天生万物 生存奥秘之美 在三四十岁 这样年轻作者的笔下 充满了诗意的关怀 不仅出于热切的 保育观念 更是目睹 所谓文明 对生态破坏的无奈 这样的写法 也许只有 现代台湾才有 台湾地少人多 文学对土地之爱 常充满了感谢与珍惜 而这种温柔的 悠闲的心情 只有安居岁月才有 我认为 近几十年的山岳 海洋 生态保育的作品 是现代台湾文学的特色 这本纪刊 发行近四十年了 对台湾的文学 可说是一座 忠诚坚固的桥 未来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人 当会与我们 在这桥上相逢 即使没有 我们台湾的使命感 翻译本身 实在已是个 相当迷人的工作 但是 必须当你已能达到 两种语言的 很高领悟层面 可以悠由于 两种文化的情境 进出自如 才能做文学翻译 字典 反而只是一种辅助 一种验证而已 我和这个团队 快乐相聚 工作 谈文学内行话 有时默契于心 进而关心彼此 虽然耽误了 我的创作岁月 但也是愉悦充实的 对于年轻的译者 应该是更有意义的 我为笔会记刊 奋斗了九年 加上前面兰西的二十年 后记者八年 已经音译短篇小说 四百多篇 散文三百多篇 诗歌近八百首 艺术家及作品介绍 一百三十多位 几乎很少遗漏 这三十七年 台湾有代表性的作者 国际笔会总会 每年两期刊物 几乎每期 都有台湾作品的转载 有时封面 也用我们的图片 如1993年秋季号 野唐残河 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 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 写到我们台湾 曾这样坚定地 随着季节的更换 以精致朴素的面貌 从未中断地出现 从而赞叹 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 以及超越地理直线的 文化自信 在那许多年中 我当然知道 所有的努力中 缺少长篇小说的音译 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 所以1990年 文件会主任委员 郭维帆先生 邀集中枢外溢计划 咨询委员会时 我欣然赴会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地提出建议 大家开出代议的书单 可聘的议者和审查者 开会十多次 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 认真倾听 讨论进行的方式 文件会也确实编列预算 突然郭先生 调任教育部长 接下去五年内 换了三位主任委员 每一位新任者 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 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 把先前的会议记录 研究一番 批评两句 修改一番 敷衍些 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 小官僚话 然后散会 这样的会 开到第三次 我问那位主持 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 为什么要重复讨论 已经议定的事项 他说 啊 换了主委 游戏规则 也得变 我说 我很忙 不与人玩什么游戏 站起来 先走了 从此不再波容 去开那种会 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 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记刊 创刊起 我便是常年效力的顾问 但是自己太忙 从未过问 他的实际业务 一旦挑了近十年 那十年的得失 怎么说呢 我一直在等待 观察恳求 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 但是那是一个 没有经费 没有编制 没有薪水 没有宣传 也没有掌声的 奇怪工作 比我晚一代的好手 稍作考虑 即感到这样的现身 甚至不知为谁而战 都说太忙 而拒绝接手 事实上 我早该明白 称着这本刊物 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 真正的作家 都是单枪独行侠 笔会 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 但是兰西退休后 他所建立的国际友情 如英 法等笔会原创人 已渐渐凋零 一年复一年 我对笔会记 看的感情 好似有潜水 一步步涉入深水 直至千禧年前 才得以解脱 不舍之心是有的 但是岁月不饶人 解脱就是解脱 我曾经背着饿 往前走 所完成的 当然是一种 唐基科德的角色 1996年 王德威邀我 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 台湾现代华语文学 英译计划 由他 马月然和我 组成编辑委员会 计划资助者 是台湾奖金国 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这是我今生 最后一次意外的惊喜 一个完成心愿的良机 这个合作 在文化意义之外 尚有一层层的 公私缘分 王德威 在1976年 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后 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修的比较文学博士 1987年 已在哈佛大学 东亚系任教 兰希和我 邀他做笔会 英文记刊的顾问 他经常回台省清 参加文学会议 对台湾文学的评论幅度 相当深广 也有相当影响 1990年 他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且获聘为 歌大出版社咨询委员 并受委托 推行蒋氏基金会 推动的 台湾文学音译计划 他邀我合作至今 目前出版的作品 有30本 即将出版的 尚有张贵星的 《侯碑》 朱天兴的《古都》 洛乙军的《月球姓氏》 蔡苏芬的《颜田二女》 吴继文的《天河缭乱》等 以下列出 由我和王德威主编出版的作品 王真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郑清文的《三角马》 朱天文的《荒人首记》 肖立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 张大春的《野孩子》 西密马月然主编的《台湾现代诗选》 李乔的《寒夜》 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 张细国的《成三部曲》 李永平的《吉林春秋》 施书清的《香港三部曲》 陶旺级主编的《原著名文学》 齐邦元王德威编的《最后的黄埔》 平路的《行道天涯》 吴卓流的《亚西亚孤儿》 1989年 王德威回台安葬父亲 葬礼后不久 我家世交梁肃荣先生问我 你知道他是王静仁先生的儿子吗 我听了惊恶良久 真是悲心百感交集 当时我父亲刚逝世两年 他生前一切 我记忆犹新 他来到台湾后 已一无所有 肯帮助他保住 石与潮一线香火的 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让我终身感激 王静仁先生 在日军盘踞东北期间 任吉林长领县教育局长 暗中参加抗日地下工作 支持由我父亲负责的革命活动 充满了爱国心和正义感 谁知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 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 辗转万里 孤身来到台湾 家国巨师 何等悲怆 来台初期 由革命同志石坚先生推荐 加入在台副刊的《史与潮社》 担任钻术编辑 后一层负责社务 19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 意诸我父亲维持周刊 发行十余年 不仅不知薪水 且随时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 面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 曾经是抗战八年 重庆最有分量的 国际政治评论的《史与潮》杂志 经常兵于倒闭边缘 被数度勒令停刊 但期满又出刊 屡扑屡起 最后一次出版153期 竟得官方152个警告 终至休刊 那十多年间 在台北由许昌街 牵制锦西街租来的斗士中 不顾外面的风雨飘摇 分享难以实现的文人理想与抱负 需要多大的勇气 敬人书的道义与风骨 令我感激钦佩 他们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 当会欣慰看到 德威与我 接续两代的文字员 十年间 我们用纸笔通信 在进步道传真机的时候 第一封传给德威的信 是1998年农历除夕写的 寒流正一波波袭来 窗外鞭炮声 也比往年少些 聚云不景气 凡事萧条 此信 细为李乔的 《寒业英译出版》而写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 请一位审稿人 认为寒业 对世界文学研究很有价值 但对一般英语读者 或许不甚有趣 我说 若有价值 就值得这个计划出版 从《玫瑰玫瑰我爱你》 和《沙夫》的角度 《寒业》和《亚西亚孤儿》等 当然无趣 但是今年英美两大奖得主 阿兰达蒂·洛伊的《威物之神》 和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 也不甚有趣 就台湾文学的发展来说 《寒业》 《三角马》 和《千江有水千江月》 这些长篇 是我们所爱的 十年后 重读当年信件 想到德威与我 为选书 易稿 出版的种种奋斗 真可说是一种 革命情怀 德威的母亲 江允忠女士 早年在沈阳加入当地的道德会 以妇女十字班 记忆班 幼儿园等社会服务 为终身事业 当年的道德会 有宗教的胸怀 而无宗教的形式 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以最贴近民情的朴素方式 在闭塞的北国家乡 帮助了无数的妇女 走出愚昧悲惨的命运 从东北到台湾 始终在办这些事业 德威1954年 出生在台北 由一个找一个角落坐下 就可以读书的童子长大 成为真正的学者 也极为乐于助人 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继承 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态度 我们对台湾文学的共同态度 是奉献 是感情 是在你爱不爱台湾 成为政治口号之前 很幸运的是 哥伦比亚大学存在一天 出版社 即能永续经营 我们的这套书 亦能长存 后世子孙 海外独子 对根源之地 或可有真实的认识 德威与我这些年的努力 也该有些永恒的价值 二十世纪即将过境之际 日历的私翻 年历的更换 触动更敏锐的惊息之感 这漫长苦难漂泊的百年 即将成为历史 我父母的那一代过去了 我自己的这一代 也已是落日时分了 1998年 评论集 雾渐渐散的时候 即将出版时 我正在四访德国的旅途中 下榻不忘城外 莱茵河上一座旅社 我日夜坐在 伸展道河上的梁台 在水声里 写那篇自序 这本书 是继千年之类 阅读台湾文学 又一层的思索 前人应读杜甫 无家别 而落千年之类 如今 二十世纪将近 1949年以前 流离失所的类 已建制 代之以惊世的 幽闷焦躁 这五十年来 我看着台湾文学的发展 好似在国际文坛 国内变局中 重重的迷雾中行走 寻求定位 在整理书中文稿的时候 好似看到一些阳光照亮的土地 个人事业之内 物虽不曾全散 终有渐渐消散的时候 这本书里 有我费时费力编辑文选的几篇序文 也有我最关注的 眷村文学 文学与情操 以及谈翻译等篇 在真正的世纪末那几年 政治的冷手 已伸进了文学领域 纯真的爱与信赖 已几乎全被放逐 做二度漂流了 国家文学馆之设立 是我以个人微语的力量 向政治文化政策所 做的最后一个挑战 1998年3月底 报纸有一篇报道 立法院审查会 拟将筹备多年的 国家文学馆 附设于文建会 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 不能独立设管 或依可将它 附设于大学院校一事 令我感到 学术界又受一次政治愚弄 阴远在七年之前 文建会由黄武中先生等人策划 请我与四五位专家学者 多次顶着大太阳 前往台中 台南 高雄等地 探勘管址 同行者有罗宗涛 陈万亿等中文系教授 经过半年的讨论 决定在台南社馆 然后就被他们 严格多年 如今竟是这样 第二天上午 是九哥出版社 二十周年庆祝会 原以邀我做贵宾致辞 当晚我思索许久 决定在贺词之外 为这件事 说一些话 这不该是我一个人的愤怒 这样的聚会 就是真正的文坛之会 许多人已知我多年 我在会场 详细说明 自己与这件事的因缘 和所耗时间和心血 唯一的期望 是给我们的文学一个家 绝不能与古迹 文物 保存技术等混在一起 在衙门的屋檐下 挂一个孤零零的牌子 收藏一些发黄的手稿 因为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 只有文学是超然的 它能不受政党经济的影响 如果定名为国家文学馆 台湾未来是统是独 它有文学的尊严 任何搞政治的 也没有胆量推翻一个国家 我一场慷慨陈词 不但引起与会文友的热烈反应 第二天4月1日 各报都有相当显著的报道 联合报文化版 也很醒目的标题 不设国家文学馆 文学之耻 强调此馆之重要 并且附了一张 我在麦克风前 握拳大声疾呼的照片 以半版的篇幅 写作家的发言 和社馆的筹备过程 反映了政治现实 妥协下的荒谬 这些声音 确实产生效果 不久 我们接收到立法院 几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 召开听证会的邀请函 我认为 自己公开呼吁 以说明了忠心盼望 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和力量 在会前 我写了一封信给向阳 希望他们以诗人的洞见 加强我提出的忠心意向 我这样写道 当人们说到文学殿堂时 有时会有嘲讽之意 但想到文学馆 我认为 它在教化的功能上 应有殿堂的庄严含义 而不宜与别的实用工作组织 挤挂一张牌子而已 这个馆应该有一个 进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 如大教堂的正厅销仓圆顶 或现代的展示核心 用种种声光色电的技术 日行月异地说明文学是什么 围绕着它的 是台湾文学的成绩与现况 世界文学的成绩与现况 在后面是收藏展示 它不是一个死的收藏所 而是一个活的对话 进死门来 能有一些启发 激荡或更多的思索 至少不空心出去 这样具有象征意象的馆 也许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 但是往长远想 我们应该先说明 或描绘一个真正的理想 也许政府乃至私人捐目 可以建出一个 有尊严独立的国家文学馆 远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 现在的文件会临晨之主委 以尽心尽力 在为独立社馆而争取 盼望大家共筑远景 向阳是文字灵活 意境却沉稳的诗人 笔会记刊译者 陶旺基因译他的 春夏秋冬四个系列的常诗 所以是可以谈话的朋友 他曾主编自立晚报的 自立复刊 更重视台湾文学的处境 同年 他也写了一篇 活力全开的 打造台湾文学新故乡 为文学馆催生 我们大家最怕 他在所谓的文化政策下 只是一个角落里 挂着的一个牌子 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尊严 也许我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 2003年10月 由台南兵马营就职 整修而成的 新名为国家台湾文学馆 灯火辉煌的开幕了 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 首任馆长 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 和副馆长陈昌明 竟是我台大高级英文班上的学生 这一座曾经历史沧桑的建筑 如今堂皇的 以文学馆为名 站立在遗忘与记忆之间 总比个人的生命 会多些岁月 具体地见证 我们的奋斗与心迹 近年来 台湾已有十多所大学 成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 自清华大学的陈万亿 陈大的吕欣昌等创系人 到新成立的 政治大学陈芳明 中兴大学邱贵芬 台大何继鹏 柯庆明 梅嘉林 都是我的学生 有时看着各种会议的议程 及论文主题 真觉得 那些年我在教室的心血 算是拨下了种子吧 那一刻 我想高唱圣歌 普天颂赞第365首 埋葬了 让红花开遍 生命永无止息吧 而我多年来 当然也曾停下来自问 教学 评论 翻译 做交流工作 如此为人坐驾 忙碌半生 所谓何来 但是每停下来 总是听到一些鼓声 远远静静的鼓声 似在招我前去 或者 那仍是我童年的愿望 在长沙抗日游行中 即使那巨大的鼓 是由友伴背着的 但我仍以细瘦的右臂 敲击游行的大鼓